近日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最近发生在莫斯科的多起非法集会背后 都有美国的影子 俄方认为美国驻俄使馆 在其官网上发布非法集会信息 实际上扮演了集会召集者的角色 有干预俄罗斯内部事务的企图 俄罗斯美国专家瓦西里耶夫 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 揭露了美方幕后导演和资助 非法集会的具体方式 瓦西里耶夫是俄罗斯科学院 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 他认为近来发生在莫斯科的 一系列非法集会 是美国一手导演的 除了美国驻俄使馆发布集会信息 部分美国媒体歪曲真相以外 瓦西里耶夫还特别强调 集会组织者接受境外资金的事实 以俄罗斯反对派代表纳瓦尔内为例 他的基金会在最近两三年内 共计接受境外约10亿卢布 约合1.06亿人民币的资金 他认为对俄反对派的资金支持 很有可能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灰色预算 美国驻俄使馆 则是资金进入的主要渠道之一 瓦西里耶夫说 最近几次非法集会的组织者 都是先用个人账户接受境外资金 然后再聚集起来组织示威活动 许多示威民众 是这些组织者 从莫斯科以外的州有偿邀请来的 瓦西里耶夫分析说 这些体制外反对派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都明白 他们根本无力改变俄罗斯政局 更不用说推翻俄罗斯宪政权 他们的目的只是制造一种 所谓俄罗斯侵犯人权 违背西方所谓民主标准的假象 这样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 就可以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甚至美国还可以以此为借口 在欧洲部署导弹 目前 俄罗斯的调查委员会 已开始调查莫斯科进来的非法集会 俄罗斯国家杜马 也已经决定于近期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外部势力 干预俄罗斯内政的企图